對,我們就是很多女生會去她家趁住 你有沒有發現她家這麼大? 她家根本沒有辦法融洽起來 因為她家她東西超多 她衣服就要整個房間了 誰是最愛的? 剛好就是兩個最愛哭的都炸了 哈哈哈哈 當然,對 為什麼? 我們比較改氣一點 但也不是說偶爾好像哭的隨便就可以哭這樣 本來是因為可能感動而哭 可是我覺得女孩子比較容易哭 是比較正常 感動這件事情 大家比如說我們比賽勝利了 或者這個過程中可能有人受傷 或是因為她的難過 所以一定會有一件事情呢 讓自己覺得這一切會突然間就是落淚這樣 這個節目的形態就是 我們就是上節目才會知道一些要過程 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太過分了 哈哈哈哈 真的太過分了 因為這種過程就不會一直想到你們 正常的發揮還是說 自己不知道要過了十八萬元 絕對 其實我覺得心態 因為如果今天我知道她是一個執行運動 我覺得心態上可以去調整 甚至我可以跟身邊有做過很執行運動的功用 因為採訪心態其實對我們在說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你是當下才得知 譬如說我有去高 我是很肯定高 或是我是很肯定 我是很肯定 我是一球類運動 我是當下完全沒有任何時間可以準備 然後去最不好的狀態上去 當然自己心裡面會有很大的挫折感 所以這部分我們真的很拜託 可以給我們多一些練習的空間 我覺得像今天的通告也是很可怕 超滿力 但我們今天六點要進行 我覺得是一點多時常去裝髮 因為她每次都會出去裝髮 通告時間是越來越晚 有些是前一天下午前一天晚上 現在是然後越來越晚 你很想搗證 你也可能沒辦法搗證 因為你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要集合 而且集合地點也不知道 可能會不然是外線式 你要去外線式你會害怕 天啊我會不會暈錯我會這樣 你就會心裡面很忐忑 就是不知道怎麼獨在我們的行為 公眾人可以早一點發揮 因為真的超出自己焦慮 就是像我們昨天她很晚才發 schedule 然後六點就到天 所以我們四點就要起來化妝 因為又會 因為會塞車 你要呼那個塞車時間 因為有一個韓國團員 所以跟她會比較好一點 進節目組之後 她也很開心要見到我 我很開心可以當她的翻譯 我會很有成就感 而且因為其實她真的是一個很有趣的人 然後她又愛喝高粱 然後我也很愛她 所以就 對啦 朋友不就這樣來的 我暫時還沒跟她喝多高粱 我們喝多別的 但我覺得她拼的不是料 我拼的是 料 她說要睡前一定要喝一杯 才可以入睡 這日子 來這個節目 男朋友有關心嗎 沒有 你們朋友啦 變成同朋友 不公正 對 不見光 沒有就是真的是很 很正常交友 她會發展很會 不只導致自己邊走邊看 因為我現在真的很忙 都在忙碰自己 她真的是超人耶 我們那天說她會不會是蜥蜴的 因為她真的時間 就是她不知道可以拿 哪裡來那麼多時間 她又邊舞 又管理自己的啦啦隊 就反正我真的覺得她很厲害 她運動又保持身材那麼好 我覺得她真的是很棒 應該沒有大概時間吧 沒有 沒有啦 我們真的沒有很親密 我們就真的是幫朋友 太過夜了 沒有過夜啦 因為他們 都亂來的住過家 對 對 對 我們就是很多女生會去她家趁住 我沒有發現有哪個 她家根本沒有辦法融洽起來 因為她家 她東西超多 她衣服 就要站一個房間 她怎麼也穿啊 沒有 沒有 我沒有很親密的才 就是要再不相信 一個外角 你說外角是不是個性 是不是個性 她有個完全不一樣的問題 但未來的關係 就是 畢竟我覺得 我可能 就在過幾個應該也要去結婚吧 沒有 就是多方便認識朋友這樣子 但我現在還想 所以我現在也還沒有結婚 但是之後可能會走入這個關係 所以我現在就是覺得 到處交朋友都這麼多 淺姐在這個節目感覺蠻溫和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這一次看全明星的時候 我覺得淺姐給人家的感覺比較有威嚴一點 隊員們都蠻聽她話也很怕她 所以我就想說 妳的招情人是淺姐 然後就有一種突然發人汗的感覺 但是淺姐在這個節目正是個很暖的媽媽 就是有關心每一組的狀況 然後給予很多的建議 就是跟形象完全不一樣 你現在還會把人像這樣加上去嗎 其實因為經過一連串的考驗之後 發現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擅長事情 像林翔她 我覺得她是洞察能力很強 但是像可能如果說體力的話 可能是另外一個人很強 所以我覺得要看項目 而且有時候真正很強的 可能都是一些可能平常不說話的人 然後就換變成一個黑馬 炸裂版本來都很多這樣子的出戰 其實她是不想說 也不要怕 她是不想 但是自己是不想的 她就是有些獨立者